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 我也是除了不便宜的 但在平民百姓来说 不便宜的价钱的 买的高仿真的 这个富春山居图 你仿的那个是真的吧 就是你仿真他这个蓝本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跟你讲 我这个仿的呀 比你去故宫看那个真的 它还好看 为什么 台北故宫那年展 我跟你说 台北故宫有比这个富春山居图更牛的 北宋的 我跟你讲 范宽的这个西山行旅图 郭熙的早春图 这个礼堂的万鹤松丰图 这就是北宋的这个画家呀 挂那那三个 隔着那么远的玻璃 黑乎乎一团 你那是看不清 你知道吗 我们跟着台湾朋友说 专门去看这个北宋的大官嘛 就搞的这个展览嘛 完了之后 台湾朋友都是说 在那看一眼 沾点仙气 实际上 回到我家 我还把我这高仿沾的挂起来 咱们才能细细的看 的确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点 你想想看 像富春山居图是个卷轴嘛 卷轴作品最适合观看的距离 是个手背间的距离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 要自己用手这么一点点 它是你要自己掌握看的节奏 速度 而且这个距离就这样 那你隔着那么大老远 前头一群人头 你说你在看什么呢 而且你知道 这中国什么都不多 故事多 你任何一件宝贝 国宝 这个里头的故事 你就说富春山居图 我还想起苏东坡的韩石铁 你仔细看 下面都有火烧的痕迹 你就觉得要温从里讲的辗转流失 真的是 徐老师我跟你讲 就这个黄公望这个人 我去过他老家 常熟嘛 我还到他的坟上去看望过 就因为你买了假话 所以就连故居都得看 我得看任祖归宗 亲切慰问一下 这是大吃道人 黄公望 这个人原本还不姓黄 他是给姓黄的这个养了 养作四子嘛 然后呢 黄公望自子久 这传说啊 就说他那个爹啊 就说黄公望子久矣 就说我就 我希望一个儿子久了 所以叫黄公望自子久 而且这个人还算过命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中年 中年才开始认真的 这个学话 什么老年 什么变法 这个元四家 元朝四家 黄公望 吴镇 王蒙 他是指手啊 他是指手啊 黄公望了不得的 然后问题是 画完这个画之后 他的这个流传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你知道吗 曾经呢 流传到这个 明朝著名的画家 沈州手里 但沈州这个 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说是沈州有一天 看这个画 觉得有个美中不足 说呀 这么好的画 怎么没有名人的这个提拔呢 所以找个朋友去提拔嘛 去提拔 后来呢 一去不回了 哎 这个朋友的儿子 把这画偷走给卖了 你知道吗 沈州就哭啊 可是人家说 当年黄公望画完这个画之后 是提给 可能送给一个 这个无用禅师 也有说 就无用道人的 当时这个道人就说呀 恐怕有巧取豪夺 你现在在那画上 有的提拔都有 说这个画太宝贵了 怕有巧取豪夺 过去你看后来就真的 一百多年之后 就那巧取豪夺 巧取豪夺之后 这个沈州啊 就到处找啊 找不到 找不到 后来有一天呢 居然又看见 又有人拿出来卖了 这个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沈州啊 没钱 买不回来 这一种说法是到处借钱 借够了钱之后 要去买 又不见了 于是他这个追思啊 最后沈州自己就换了 自己又靠着脑子里的记忆 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 就算算算模了 模仿嘛 富春山居 对 这也很有名的这一幅 然后到后来呢 又传到这个董奇昌的手里 咱知道董奇昌是明朝的这个大书画家的 这个这个画谈领袖了 一个坏蛋 有人也有人说他儿子强强民女 实际是为了送给他 有这个记载 但是呢 董奇昌也很了不得 然后后来说这个董奇昌呢 就把这个画给 就后来又转给了 卖给了这个谁啊 叫吴洪裕的孙人 对 然后才叫烧嘛 吴洪裕太喜欢他了 说是逃难的时候 就带两件东西 一个是志永珍的那个签字文 一个就是这个富春山居图 所以临死前 他想啊 你说居然只有这么缺德的想法 这个吴洪裕 说烧了他 说是出于某种迷信思想 是吗 就是说 我看有个解释说 他相信了什么东西 说这样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啊 什么什么 那就像唐太宗也相信这个东西啊 就让那个蓝亭集序 跟着我下葬啊 对啊 所以就烧 烧了 然后咱们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感谢 他侄子名叫吴子文 他侄子一看火已经烧起来了 哗他抢出来 那个志永珍签字文已经先烧了 他侄子把这个抢出来 又用另一个话替他烧了 是因为那老头那时候已经不行了 烧第一幅的时候他还看得见 烧第二幅的时候他已经快去了 所以看他眼睛闭了 就赶快 抢出来 重要人物 弥留自己 常常有人可以做伟大的事情 说得好 因为这一烧 这个画才分成了两半 其实准确的来说呢 是主体 就长六 是多少 六米多长吧 大概六米多长那一部分 长的那一部分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咱们浙江博物馆 那个武林馆区啊 叫圣山图 就是这个头嘛 开头的那 开头的那 那比较短的 那一截 你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画 这个曾经有假的 这个就是假的了 前龙皇帝到死都认为 这个假的是真的 所以啊 写的这个诗啊 就不得了 就彻底糟蹋了 这个乾隆啊 乾隆你看在 不是 幸亏他以为这是假的 就是幸亏 所以他把那几十首诗 全提在这上头了 还好 还好 要不然真的都全被他写满了 没错 没错 你在看下边的 这家伙 这是真的 他是当然的 大家在电视上这么看 就糟蹋了 就完全看不出风貌 我跟你说 乾隆也真有意思啊 你在你在看完那个图片 呃 你看 这个是咱们浙江的 圣山图了 这是圣山图 这是圣山图 刚才那个一连串过去 那就那一卷是无用试卷 就是就是后半段 但是实际上真的多少 长还不知道 到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今天也有一些 就按照这个董奇昌 当年展开看的这个说法呀 是大概有三丈鱼 三丈就六米多 多长 你看刚才咱们看到的 这个最后这些文字 就是你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这个人崇拜 崇拜皇宫望 崇拜到什么程度 你看这个董奇昌就讲的 就说每次啊 他这个打开他 如意保索 就像到了宝山一样 是吧 虚往实归 就是我虚心的去把自己放空了 去每次 每看一次 都非常充实的回来 就说从这个话里得到营养 这字位叫一日轻浮 心脾俱畅 就说看一眼这个话啊 就是一天的轻浮啊 心脏啊 脾啊 那都不得病了 就是就是书 就书 书唱嘛 然后他到最后 就是说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画啊 放在我的这个最宝贵的画禅室 他的这个收藏室里 跟这个王摩杰 跟王维的这个 这个作品呢 放在一起 然后你看人家古人 多么尊敬 这个老师啊 就说 武士乎 武士乎 就说 我的老师啊 我的老师啊 一秋五月都记事宜 就说宁山大川 全在这个画里了 这个就宠败到这个程度 那你在家里头 看你那副假的 也有这种 能一百病的效果吗 我是看不懂了 看不懂了 这还能懂行是吧 你就等着他涨价 他假的咋不知道怎么下 涨什么价 也不能 涨什么价 这Benjamin就是最不了不起 就是他就指出 以前的艺术啊 都是有一个原真品 跟复制 所以你去看 《真记》的时候呢 就是人就崇拜的不得了 就是因为他是唯一的 因为他是唯一的 他说电影以后 世界就变了 他就只有 这个真是非常伟大的 一个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可以全盘复制 但是我跟你讲 我是不懂啊 但是他们真正的 这个这个 鉴赏家们 都在讲一个词啊 叫气息 就是你看到这个 真的之后啊 这个气息啊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我不知道 他有多少主观 有多少客观 反正我亲眼看 在台北故宫国务院 那故宫国务院的国宝啊 你比如苏东坡的 那个韩石铁啊 说是写的最好的 那个字 哎呦 这就是苏东坡呀 在这个纸上 我跟你说 上海博物馆 我也看过 就是那个 有个叫徐卫的 有个叫徐卫 徐文长的 他也是爱喝酒 喝醉了 这个写書画画 在语中写的几个字 你甚至都能看到 那个水印子啊 这个印下来 你就能想象到 他那个当时那个喝醉了 这种这种抒发呀 那种感觉 那这就是 那个副制品 是代替不了的 本亚明讲的氛围嘛 Aura嘛 那个原制品 但是呢 我觉得好玩 像现在我们看 富春三区图啊 你会发现 今天的艺术史家 对这幅画的解读 跟古人有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就因为我刚才说了 古代的时候 这个是卷轴 第一看的人很少 第二看过的人呢 他看都是 这么放在诗的里头 而且这么 局部局部看 他不会卷下去看 对不对 这么近的这么看 可是呢 现在艺术史出现啊 带来一个 很崭新的一个效果 就艺术史看东西 绝大部分是 透过照片看 透过副制品看 对 那么你透过照片看 透过副制品看 你没办法这么 直接面对原作的时候啊 就会特别注重细节 举个例子 你去看像 文艺复兴那些雕像 以前的人 谈那些雕像 都谈得很 很笼统 像米开兰基罗 达芬西画的画 都很笼统 为什么很笼统 因为你在个教堂看 那个教堂周边的氛围 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后来的人 透过照片看 你就老盯着这个照片 你就看出什么细节了 把大卫那个眼睛 放得特别大 他怎么第三根脚指头 这样呢 就会这样 所以现在看中国艺术 有时候也是如此 就是看这种细节 看的比以前多了很多 但是你可以说 这么看是不对的 其实咱们比古人 有福气了 古人哪有什么博物院呢 你今天 你古人 你除非是像 真的像董奇昌 这样的人 当大官 家产那么豪富 说也就是个个人收藏 咱今天去博物馆 一下子能够看到 这个几千年 这么多的东西 没有一个古人 比得上我们 我们去这广告吧 千千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讲讲乾隆 不是我刚才说 乾隆啊 那个是有争论的 因为后来呢 很多人就说 乾隆当时不是一开始 拿了个假的吗 拿了假的好高兴啊 那乾隆老习惯又上来 乾隆是历代皇帝 不只是皇帝 甚至可能是中国古人 里面写诗最多的人 你以前陆游写最多 也才几千首 他写过万首 对吧 对 我认为他是这个成瘾了 对 没错 所以你看以前有 诗圣诗仙 乾隆可以叫诗霸 你讲 然后呢 乾隆呢 再说我拼命写 写满了 但这时候 后来人家说 有真的了 皇上 给他上个真的 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分析 你是皇帝 你之前看了 这个那么喜欢 写满了 人家现在跟你说 真的在这了 皇上 所以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一定是 他就算明知道 这个是真的 他都不能认 当然很难说 乾隆当时是怎么想的 你看这个 真的 这个 富春山剧图 这个上面 这个山的空白处 有一行文字 就是乾隆 当时讲 我为什么说乾隆写诗 成了屁 当然写的诗也有点屁 就是说 他 就是说 他买的那个假的 那个叫紫名券 他买那个假的 他就觉得那是真的 然后说 看一次 写一首诗 写了四五十首 最后 也败了皇上 最后止不住 自己给自己借 就是说 自己又写了一个 说我下次再看 不写诗了 不能再写了 都到这个程度 然后后来有人 有人拿来 就拿来这个真的吗 然后他判定 就说 这绝对是假的 然后说是比例 什么颤弱 就说 这绝不能是皇宫望的 但是呢 假的吧 画的还不错 所以呢 我也是重金 也不便宜 也收到这个故宫 但他那时候 不叫故宫了 我也收着 也到故宫博物院 然后还找来一些 他叫古代文化宫 文公 给我弄到台湾去 没错 那些大臣甭管怎么说 都赞颂前楼皇帝 说你看咱们这皇帝 什么人品 这是假的 都买进来 都存着 结果是 你知道 后来 我觉得这个事 就是有错不改 皇帝都是有错不改 没错 没错 当然 据说是徐邦达 到近代 这是跟这个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个历史啊 要不说很有关系 就是说 那个时候 日本鬼子要打进来了 然后呢 把这个文物装箱了 先放到上海 后来在南京建好了 什么什么仓库 再弄到南京 那么在放在上海期间 这个徐邦达 曾经几次去看 那么他这一看 不放心 他鉴定 乾隆认为是真的 那个实际是假的 乾隆认为是假的 那个实际是真的 这样吧 因为他这个真假 比如说乾隆说 他比例不雄见 这个是一个外行画 我觉得 因为黄公望画这个画 他画了好几年 画了三年多吧 三年 因为黄公望 他画的画 我觉得最妙的地方 傅春山 就大家说好的 其中一点就在于 他好像有时候 就画得很草率 其实 有时候画部分的地方的时候 他是感觉没画完 他很多时候 感觉这些笔 他能够再填满 但是他不填满 他不爸爸 不把他画全 但是问题是乾隆 那个品位呢 就是欣赏不到这一点的 我觉得 不过在看博物馆的时候 我就充分体会到一点 就是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心灵 其实是被人操控的 完全无助的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 你说是真迹的时候 我还记得 那个米洛的维纳斯 那个那个 静看那个维纳斯 脸上坑坑往往的 按今天的来讲 那是美容的 before after 是before 对对对 不光滑 这个脸上是不光滑的 但是因为他是真迹 说是不是说装很多手臂 装来装去 装不回他那样子 所以我们在下面 我跟你们刚才描写的一样 我感到这个神清气爽啊 我这个 心急剧唱 啊 什么剧唱啊 总之是转了一圈 还回来再转啊 诸如此类 但是问题是 我要相信这个博物馆 放的这个真的是真的 嗯 他要是搞错的话 我们就被愚弄了 嗯 对不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 讲那个舍利子啊 讲很多这种崇拜的东西 有很多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说万众围着一个东西 那里边是 nothing 或是一个 不是那么一个东西 所以 所以有时候想 有时候我就在想 假作真是真一假了 不感动就行了 乾隆这样感动就行了 是但是这个我们又怎么知道呢 呃 你你得相信 真正 不是 呃 对 我们就只有相信了 对 但是真正知道的还是有专家的 嗯 当然专家也不多 是吧 对对 非常少 可是我跟你讲 台北故宫博物院呃 就里边 我我买了他一本这个画册 就叫国之重宝啊 嗯 他当年就讲啊 就是当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人啊 眼睛毒啊 手就狠啊 说是 当然他们那个时候用的词 他们那个宣传策略用的词 就当年共匪作乱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 强救 弄到台湾 弄到台湾 然后就当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这个人员 说非常让人敬佩 在那之间 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品 细数都剪出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 汝油 嗯 这是这个瓷器里的这个相当牛的相当牛的这个 对 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儿 23件 嗯 然后拿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也是23件 甚至说什么法郎 什么什么彩瓷的东西 说 比如说你看他的记载说 原有450余件 那么有450件拿到了台湾 嗯 就是说当时这些人呐 把这个什么精品啊 什么什么的 真的全都囊括到 对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反而很多以前的那些什么珠宝啊 手表啊 那那些那些钟表 现在就留在北京 咱们常见 对对对 当然建国后啊 周总理关心 咱们也买了很多好好好东西 总体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 当然 当然 那个是在台湾 那是在台湾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他们说 这个两岸文化交流啊 说是大家对大熊猫的 台湾人对大熊猫的热情啊 冲淡了两岸故宫的这个交流 因为去年 其实两岸故宫高层已经有交流 前一阵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举办那个雍正的那个那个那个清世宗的那个大展 就是北京故宫给了几十件 不不不给啊 借几十件珍贵文物 就这么合展 两两方面现在在义淫 那也不叫义淫 在在沟通 沟通 沟通 对对对 好事 好事到底嘴里就 人家沟通到底就变义淫 那文涛 确实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这个是有一个文化回归的 义淫不是坏事吗 家宝玉一人 不是我就说啊 这个故宫啊 真是他是同根生这个有故事啊 我因为看了一些材料 不是说我懂啊 我看这材料我才发现 你以为是清宫旧藏吗 实际上这个故宫啊 他的这个文物啊 是千余年来的收藏 从最早就说北宋开个这个皇帝 这个宋太祖 那个时候就汉林图画院 就广州天下 但是你就看这个辗转流失 到后来呢 什么宋徽宗给人家金金人给掳去了吗 抢走了不少 抢走了不少呢 那个时候就到了南宋了吗 南宋的那个那个又到了临安 又开始一次征集 慢慢慢慢这东西啊 又征集的不少了 突然间元朝 元朝来了 对吧 那元朝来了的时候 元朝又把这个东西啊 从临安又弄到大都 就是北京 然后到后来呢 明朝来了 明朝呢 那个时候刚开始建都市的南京嘛 又从北京啊 给收拾到南京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他基本上是个皇家私人博物馆 基本上是这个流传有序啊 然后到了明成祖 又又又改又迁都在北京 又从南京弄到北京 然后你看到了这个近代 现代因为这个战乱什么的 又是北京 上海 南京 什么西南地区 最后又怎么着 才到台北 他本来是跟各代的 各历代的皇帝的 个人趣味也有关系 对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情 为止是百思不得其解 据说四九年以后 主席没有进过故宫 我也听说是 说他绕着这个故宫的墙啊 走过 走过几次 合起来 把全部的墙都走过 但不是一直走的 但是从来没进去 没错 主席的战略是包围他们 没错 这大概是什么攻陷 没信